大家好,北京郭沫若故居在后海的边上,北海公园的北门对面,在去公王府的路前海西街的西侧,纪念馆的大门是从这个灰白色的房子进去,门边上写着郭沫若故居,是邓一超提写的,这个门开在了纪念馆的中部面向东,一进门正面和左手边各有一座土丘,土丘是以前挖防风洞的土堆起来的,靠南有一口水井, 这口水井是2000年的时候恢复的,在正面的土丘后面还有一个纪念馆的纪念品商店翠真堂,咱们一般游客正常参观的顺序是从进门以后右手边的道开始浏览,郭沫若纪念馆最早是河深的花园,后来成了宫秦王的草料厂和马厩,民国时卖给了达仁堂乐家药铺作为宅院,解放以后先是蒙古国的驻华大使馆的馆社,后来是宋庆龄居住,1963年郭沫若入住,他人生最后的食物, 是在这里度过的,那小院的远处是郭沫若的雕塑,雕塑前有一棵银杏树叫妈妈树,1954年春,他的妻子于立群患上重病去外地治疗,在他离开北京的第二天,郭老就带着孩子们去了西郊的大厥寺,移回了一棵手腕粗细的银杏树苗,种在当时的院中,老郭就起名妈妈树,寓意是孩子们少不了妈妈,1963年搬到这里以后,就把这棵树也移植过来了, 继续往前就是郭沫若居住的院子,郭沫若故居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,大门是个垂花门,门口有老郭收藏的两口钟,一口住于明朝天顺元年,一口是乾隆二年,进了门是第一进院,正中是正房,但是不能进去参观,参观是有顺序的,先参观东乡房是第一站,这间房之前是秘书的办公室和会室,现在展示的是郭沫若少年时代, 一直到1928年逃亡日本,然后参观的是西乡房,展示的是1949年解放前郭沫若的经历,日本流亡十年抗日,还有迎接新中国,从西乡房出来以后,按照指示是去三展厅,去三展厅的路上要经过刚才正屋的背面,刚才正屋不让进,就是让游客从这个正屋的背面路过,从右手边透过玻璃参观正屋,正屋里就是郭沫若的会客厅和卧室, 而这条路左手边窗外是第二进的小院,是后照房和正屋之间家的小院,这个小院也是不能进的,继续往前走就进了第二进院落后照房的东侧三展池,之前是郭沫若孩子们的起居室,现在展示的是解放后郭沫若的工作生活,继续往前走是后照房的正屋,是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的卧室生活和工作的地方,再往前是后照房的西侧房,记录的是郭沫若从文革到1949年, 1978年的工作生活,后照房西侧是故居的参观出口,出了故居,右手边是西院展厅,主要展示了郭沫若以中国共产党的文史资料,我们从西照房西侧故居出来以后,一直往前走,就回到了故居的前门,垂花门的门口,整个郭沫若的故居参观的时间是一到两个小时左右。 下期视频给您介绍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的门票逾越和交通攻略。